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历史战略角度看美中台三国的攻防 中国对台湾的准战争状态 是在什么条件下 什么时候会变成正式的战争状态 于婕先生你好 你好 石板先生好 于婕 中国会以何种方式侵略台湾 它可以包括武力封锁 攻占外岛 或者直取本岛 哪种入境最可能 我现在谈在什么时间几点上 有可能发生 有很多朋友问具体的时间 甚至有人说就在今年 或者2025年 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来 但是我觉得有三种时间 那几点有可能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政权 遭遇到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 全方位的危机 第二个是习近平本人被推翻下台死亡 或者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没有一个 这个设立的法定的接班人 所以各方势力会来争夺大卫的时候 他们有希望来继承大卫的人 可能会对外发生战争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第三种时间节点是 就是中共崩溃 但是中国的民主转型 失败 出现一个像中国版的普丁这样的人物 来地外发动战争建立这个帝国梦 而它具体的方式可能会有三种 第一种是对台湾进行封锁 全方位的封锁 让台湾的经济崩溃 去年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中共已经来演习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它要长期的封锁 因为台湾海峡是一个很繁忙的国际航道 我觉得不太可能 第二种就是它来打一个外岛 来试探一下看 比如说像金马 比如说像这个澎湖 第三种可能性是 它直接来攻打台湾的本岛 当然我们知道 在战略上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军统帅麦克阿斯托 他都有意地要避免来攻打台湾 他认为将给美军造成很惨重的伤亡 所以攻打台湾可以说是比二战期间 诺曼里登罗还要大的 海洛空各种军种的一个综合的作战 我想今天中共的军事内容还达不到这一步 关于攻打外岛的问题 我看你的书里面也有不少讨论 实际上1955年那一次台海危机 和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 毛泽东实际上都有夺取金门马祖的具体的计划 当然最后因为美国的资源 国军坚强抵抗 所以毛泽东攻打外岛的计划没有成功 从军事技术上来说 台湾的几个外岛 金门马祖也包括东沙岛 实际上是难守一攻 应该是很容易被夺取 对 单单从军事上看是比较容易被夺取 但是我想中共他们更看重的是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当年毛没有把外岛打下来 除了美国的干预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要把外岛作为把蒋介石政权牵引 跟中国大陆有关系 因为如果打下来的话 就等于淡了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然后使得台湾独立更成为可能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仍然存在 今天如果中共攻打了某一个外岛 那台湾我想就宣布独立的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水到渠成 所以在政治意义上 我觉得它比较难以实施 对 你这本书里面有比较多的讨论 毛泽东时期发动的四场对外战争 包括打印度 包括珍宝岛 后来邓小平时期的越南战争 还有当然第一次的加入韩战 中共实际参与的比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这四次嘛 那你总结了这四次的一些规律 和一些惯例和它的一些做法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再具体解释一下 对 我在这本书中讨论了 中共建政以后的四次对外战争 或者说边境的武装冲突 我总结出有六个共同的规律 我觉得这六个共同的规律 也可以来观察和分析今天中共 如果对台湾动武的话这种可能性 第一点我想这四场战争 中共它们表面上的理由都是 这个所谓的保家卫国 捍卫领土 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狂热的 民族主义的口号背后 却是中共政权遇到了国内统治的重大危机 它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 完成这个独裁者暴君 他们个人的那集中权力 然后树立这个国际的强权 所以这四场这个战争 或者武装冲突 其实跟其他的国家 所发生的战争很不一样的 它都没有一个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战略目标 比如说它要占领一个区域 所以它并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具体的战略目标 即使它战场上就获胜了 但是它很快就停战 撤兵 就和谈了 但是它却达到了 让它的国内统治得到巩固 第二个是它把中共把每一场的侵略战争都震荡化为自卫 把被它打的那一方 这妖魔化为侵略者 来推卸战争责任 这个我们看到 其实跟希特勒 跟今天的普京政权都是一样的 它用这个宣传术来扭曲试试 第三点是我们看到这四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 中共全都采取这个偷袭的手段 都没有正式宣战 所以今天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台湾的朋友们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中共如果来侵略台湾 它不会正式的宣战 我们看韩战的时候 最恶劣的是它采取所谓的自愿军 甚至毛还直接下命令说 我们要穿北韩的军装 用北韩军队的番号一开始了 第四个方面是 中共把前线的基层的官兵当作炮灰 极度的漠视军人的生命 我们看到在这些战争中 不仅这些军人被牺牲 而且他们死去以后 他们的尸骨都没有人管 跟美军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五点是 中共常常是不分对方的作战人员和平民 对平民实施无差别的杀戮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事实 我想也要特别警告 今天台湾的某一些亲中的这些人士 他们认为自己亲中 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以后 他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这是很天真的妄想 所以到时候中共真的攻占了台湾 这些亲中的人 他们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好的下场 第六点是 从这个时间弹来看 就是最早的50年代的韩战 到这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 中共的武器装备 这个现代化程度在提升 但是它的战力 它的军人的素质 作战的意志却在下降 我想这个规律也可以一直用到 那今天 今天表面上看 中共的装备上来说 中共的军费上来说 那个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军人的素质 军队的腐败 却到了更过未有的地步 石板先生你也是长期观察解放军的 写过不少书 而且你也刚刚在广播节目中采访了 于婕讨论了这本书 就你的观察 最近这一阵子 美国和日本军方都有一再提到 2027是一个危险的时间 是一个习近平攻打台湾的一个时间点 于婕先生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了 2027的时间点的讨论 你自己怎么看 你对中国什么时候正式攻打台湾 或者入侵台湾的时间点怎么判断 我觉得这个当然说因为美国 在俄乌战争事前比较成功的 全世界都说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美国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所以大家说 美国这次说2027可能也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打俄乌战争那场判断 属于军事上的情报战 也就是美国拿到了 就是说比较确实的情报 然后通过卫星观察 各种分析做出的结果 那么2027是几年之后的话 这是属于政治上的推测 那我觉得在政治上推测 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 2027其实没什么理由 当然说你要硬加的理由有几个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军一百周年 然后习近平要连任第四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好像美国的武器正在更新换代的时候 相对的战力比较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中国动武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我认为按政治牌的话 就跟刚才这个余杰老师说的 四次他都是偷袭嘛 其实我过去在中国 就是说研究好像中国政府 中国军方说有中国九次大发兵 说打个九次了 当然说有的时候 把一次分成两次再做了 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偷袭战 那么现在 兵军验诈嘛 全世界全拿放大镜盯着 你不许打对不对 包括美国的这个佩格西啊 什么美国的拜登总统啊 日本的麻省首相安倍首相 都说你不许打 大家全盯着的时候 这偷袭已经不存在了嘛 所以说这个先听条件没有了 那么我认为和当时毛泽东时代 他们就是有 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最后的这个自卫反击 所谓跟对月作战是邓小平主导的嘛 毛泽东邓小平按照中国都是说是马上的皇帝嘛 都是骑着马在战场上走出来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他们失败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的是办法可以挽回嘛 特别是毛泽东前半辈子遇在打败仗嘛 那么但是习近平 他其实我们观察习近平 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战争经验的 而且就是说在军事上 我们看到习近平这几年虽然表示很强势 但是说2017年和2020年 两次和越南边境有类似冲突的状态 中国都退了 所以说习近平 按理说让习近平的国力跟越南 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话 这个如果说是 我想如果毛泽东或者邓小平 在中国主导的话 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而不是就是把封锁消息退兵 然后把中方阵亡的将士的名字 都半年不敢公布 这种做法我觉得是 就是非常像习近平这种 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做的办法嘛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跟当年不一样 就是说外援 就是过去他打越南啊 打苏联啊 打这个印度 对方都是一个是措手不及 一个是在国际上没有什么支援的力量嘛 但是现在台湾全世界已经 这个支持台湾的声势已经很强的 而且大家刚在乌克兰已经练过一遍嘛 如果有国家被攻击 被侵略 我们会怎么支持 这个时候如果说中国 要跟台湾动武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什么 是北约加日本加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就是说 一起来支持台湾 这个强大的占这个台湾的外援的之强大 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毛泽东的时代 从来没有出国的事情 再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求行力啊 毛泽东的时代 我们知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整个全中国哭成一片嘛 那如果现在习近平去世的时候 我不能说是不是笑成一片 但是基本上我想 真正为习近平哭的人 应该是没有的嘛 所以说这个共产党的求行力 跟毛泽东的时代 是完全不可以比较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有没有能发动战争的基础 其实我是表示高度怀疑的 对 但是有一种情况 类似于乌克兰东部 或者甚至克里米亚的状况 就是台湾内部的统派势力 在共产党的山洞底下 第五众堆起来暴动 制造台湾社会的动乱 然后统都两派有发生了武力冲突 或者是很大的街头暴力事件 那这种时候 共产党突然说 我派兵来维持和平 我来保护台湾想要争取统一的人 我来保护台湾的统派 这种情况 俄罗斯在乌克兰就是这么做的吗 我认为现在已经就是说 所谓的什么血浓于水 什么中华思想 虽然台湾也有 但是大家更多的是 在台湾的所谓统派 是看着民进党不爽的一群人 他们有多支持共产党 我这个很难怀疑 我高度怀疑 我们前不久看到一个 就是拿着投降窃决数 如果我们一定和 那个上校 后来知道他一个月领四万块 那如果拿一张纸展示一下 一个月能领四万块 就是随机等待时机 为足够效力 写这么一句话 每月领四万块 后来他是一年半以后被抓到了 如果没抓到 可能还会领很长时间 那是拿钱收买的 这些人的话 能有多大的 怎么又会 就是冒死去 为自己的理想做事 我认为是 在台湾也没有这个环境 是 宇决我们来讲一下钱的问题 就是腐败的共军能打仗吗 最近我们有看到 这个火箭军领导层团灭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腐败 可是更多认为 可能这个问题还更严重 不只是一般的钱的腐败 就你这个书里面 也有谈到很多解放军的腐败问题 这样的腐败的军队能打仗吗 对 我们看到 今天中共的军队 尽管它的军费开支 每年以天文数字的来增长 比如说2023年 中共的军费预算编例 达到了人民币 一兆5537亿元 年增幅达到了7.2 所以它已经是 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开支第二位 但是我们看到 真正的军费支出以后 能不能打造成真正的战力 其实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比如说我们在胡锦涛时代的 那中央军委 有一张在网上传播很广的 那照片胡锦涛跟 这个中央军委委员的一张合影 就那一届的中央军委 除了作为军委主席的胡锦涛之外 几乎全部落马 所以有七名上将 现在在那秦城监狱里面 这个徐才厚 郭伯雄 田修司 王健平 王喜斌 张扬 房峰 所以我们这七个人 可以在这个秦城监狱里面 演一个中国版的七五四 有两个人过世 徐才厚张扬过世 所以说全世界没有哪支军队 有这样的奇观 如果说那个时候是 习近平上台要把胡锦涛的人 或者江生民的人清洗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火箭军的这些高级将领 其实都是习近平上任以后 他亲自提拔出来的 所以不管哪个派系 这腐败和内斗 即使是习系的里面 它里面已经有不同的派系 在权力斗争了 所以我想这样一支军队 是很难跟 包括台湾在内的 整个西方世界 这个民主国家的军队来作战 余杰 我们讲一下美国的情况 因为你也是在美国住了十多年 也成为美国公民 你觉得美国会为保卫台湾而一战吗 当然了 因为我这十一年来 我居住地是在华府的郊区 所以我常常跟美国政府 那个国会智库 这个大学 很多这些国际战略的 这些学者能够有交往 能够讨论 比如说像云宝孙先生 就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讨论 所以以我的了解 美国当然会为台湾的一战 这点是我在华府 是感受到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氛围 反而我到台湾以后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台湾有一种 弥漫着一种反美或者疑美论 所以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来跟台湾朋友们来讲述 我所在美国体验到的真实的情况 我想第一点就是台湾自身的重要性 这点台湾朋友不要 在网字飞搏了 因为台湾是在第一岛链的核心部位 台湾的经济 特别是台湾的科技 这个晶元晶片 在全球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它的重要性 远远不是乌克兰所能相比的 第二方面是 我想在价值观的意义上 就是在民主自由的价值 台湾是过去30年 这个民主转型最成功的那国家 也被国际社会普遍 这种意义为是东亚的民主的灯塔 是国际社会的良善的力量 所以我想自由民主世界不会看着台湾这样一个民主国家 被中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所侵略 第三点我就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所建立的美利监秩序 或者美利监秩序 包括各种国际组织 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等这些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的自由贸易的这些规则 这些全是美国来制定的 如果美国放弃台湾 我想它的审视 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审视 也就等于半个太平洋都没有了 甚至就 夏威夷直接暴露在中共的威胁下 不仅夏威夷甚至加州 那美国将丧失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和声誉 整个亚洲国家 甚至日本都有可能被中共的威胁 甚至向中共的妥协 我想这个代价 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 美国政府任何一件 他们都不会来 不敢于来承受 就放弃台湾 让整个美国秩序在全球的崩溃 但最后一点我想就是从法律层面 我们知道美台的关系法是美国的重要的国内法 而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任何一个总统和决策者都不可能做违法的事情 这部法律的地位远远高于美国跟中国签订的那些所谓的 那些公报 那些上海公报等等 这些公报只是一个外交的文件 它不具备法律的地位 所以我想台湾的安全其实是由美国的法律来保障 它只是说这个细节上来说 美国的帮助究竟到哪一步 有多少军员来 有多少军队来 然后这个速度是什么样 这些细节可以来讨论 但是我想大的美国来保卫台湾 这样一个原则是一个铁的事实 最近美国共和党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一个印度裔的企业家 Ramaswami 他最近提出 他如果当总统的话 他要在四年内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独立于台湾 然后如果在他当了总统以后 2028年以后美国半导体产业 不再需要台湾的晶片的话 美国就不需要出兵来帮助台湾 如果中国觉得进攻台湾 是中国的内战的问题的话 那美国也没必要派美国的南海女孩 来为台湾流血牺牲 当然了他这是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提出这个观点 但这确实也反映了美国共和党内部 传统有一些所谓的孤立主义的倾向 他们实际上也反对美国 非常积极的干预乌克兰战争 有类似这个情况 你怎么看这一种说法 我想就是说 其实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于外交政策 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这是非常正常的 实际上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希拉蕊做美国的国务卿的时候 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智商 就曾经跟他发电邮说 放弃台湾 把台湾卖给中国 就是中国免除美国的国债 那希望你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们还可以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些说法就反映了 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 但是这些说法要到国家政策 我觉得还非常遥远 我们不要太过担心 第二个方面 我想就说台湾的重要性 绝不仅仅是晶片 晶圆这一块 而且就这个晶圆来说 要把它的产能搬到 这个美国去 我们看到也是很难的 因为晶圆之所以 能够在台湾成为自主产业 台积电之所以能够成为护国神山 我想是有很综合性的原因 而且这个台湾所具有的这些优势 在任何地方我觉得都很难复制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台阶电 也在美国这个亚利桑那州设厂 设厂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的这个难题 比如说美国没有台湾这么多 这么好的 这么勤劳的这些工程师和熟练的工人 那相关的这些外部的这些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设想 就是全部全部搬到这个美国去 所以会成功 第三点就是除了这个晶圆以外 我刚才其实也谈到的台湾的重要性 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所以有台湾在 它可以说就掐住中国的喉咙 让中国海军没法出第一岛链 而中国海军如果出了第一岛链 可以说这边的半个太平洋 它就可以综合驰骋 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前几年 这个习近平很狂妄的在这 还是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 他跟奥巴马说 有一次会面的时候 他说太平洋很大 容纳得下这中美两个大国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野心 就是这一半的太平洋 亚洲这一半的就所有我 对对就所有我 包括就是说 这韩国日本这些 还有东南亚国家都是我的势力范围 我想这样一个那情形 显然不是美国能够接受的 还有就是我想就是把台湾跟乌克兰做一个对比的话 美国对台湾的重视援助 我想如果发生战争会远远超过这个乌克兰 因为在地缘政治上 我们刚才也比较 就是乌克兰的这个重要性远远不能跟台湾相比 还有过去30年 这个乌克兰的国家的民族转型 是一个民族转型失败的国家 乌克兰的 虽然有了选举 但是它的这个民主制度没有巩固下来 这跟台湾这个是民主的典范 我们最近几年台湾的很多民主自由的这个数据 那些国际组织像这个记者吴江介 美国的自由自家等等 他们的评估 台湾已经到了这个亚洲第一名 甚至在日本前面 比如说新闻自由指数 言论自由等等 所以我想它包括美国在内的 那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这些成就的 当然是看在眼里的 所以他们对台湾的帮助也会非常大 石板先生 我们最近节目上有谈到在日本举办的兵推 也是在设想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的时候 日本会怎么参与 你觉得日本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的话 日本会紧紧拖着美国来进行干涉吗 首先我觉得 当然说日美是一体的 特别是日本现在 已经有各种宪法的制约 如果日本要行使武力的话 只能在日美安保的框架内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看美国了 我觉得美国怎么做了 那么当然说现在台湾很多以美 说美国不会来 但是说我们美国 我们要看历史 美国在历史上 一个主权国家 打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美国如果是一个独裁政权 和类似民主政权的话 美国比如过去帮过韩国 后来帮过越南 然后后来帮过科威特 然后现在在帮乌克兰 他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证明 所以说我觉得 那么现在美国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是舆论 那么我们一开始美国 乌克兰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要求支持 与乌克兰的人是很少 但是说因为乌克兰的坚决抵抗 然后美国的舆论在改变 最后让美国政府不得不介入 您刚才讲的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首先他选不上 在民主国家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常态 就是说如果说 我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候选 我支持率很低 那么我不能跟那些大候选人 讲一样的东西 讲一样的东西 我们就被埋没了 那凭什么选 我一定语不惊人死不休 讲一些让媒体眼球的 一些偏激的语言 让媒体成为话题性 但是如果今后的民调 您讲的这位候选人 他越来越支持率高的话 他说话一定会改变 因为现在支持台湾 台湾是美国的这个总体的舆论 就是美国多少次的这种 怎么说呢 调查 美国民间是支持台湾的 如果台湾真出现战事了 美国的舆论一定会造出 这个经常 但是我觉得如果美国没出 没帮忙的国家也有 比如说车臣 车臣 两次车臣战争 打得那么惨烈 但是说美国没有光 为什么那是俄罗斯内政 这点很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很重要 如果台湾人说我们 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是中国内政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国际社会就很难介入了 就像车臣一样 只能看着 就是被俄罗斯灭过了 所以这一次 美国国会通过的 这个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非常重要 就是再三认定 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没有解决台湾 跟中国的关系 没有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实际上 台湾主地位未定论 这个对于台湾 如果在遭受中国进攻的时候 国际援助 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这个 余杰我们来谈一下 台湾内部 就你的观察 如果一旦台湾遭受到 中国的武力攻击的话 台湾应该如何防守 我想第一点要谈 台湾应该有顽强的 自我防卫的这个意志 战斗的这个意志 这一点 我这十几年 每年都到台湾来访问 据我的这些观察 我从这个大都市走到这个乡村 甚至每一个外岛我都去了 我觉得这一点 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因为这个美国国父之一的 这个汉米尔登 他在这个联邦阵中 他说一个软弱的民族会遭到鄙视 甚至被剥夺保持中立的权利 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一代 我要特别做出这个建言 要有上武的精神 要平时要常常做军事的训练 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前的时间 做了这个兵役方面的改革 这也长浮育的时间 有一些年轻人都很不满意 但是我想 这是台湾就在中国边上 而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要用武力来攻打台湾的敌国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除非我们跟上帝做个祷告说 我们睡一晚上起来 明天台湾就被移到加州边上去 那我们可以 每天我们排队五个小时 去买一个炸鸡吃 吃一碗拉面 我们可以过这种 岁月静好的生活 但是这不是事实 这是我们台湾地理位置在这里 不能够回避的命运 所以这些军事的训练 这种上午的精神 我觉得必须培养起来 第二个方面 我想在具体的军事的战术战略方面 比如说从武汉战争中 就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 比如说做更多的飞弹 无人机 这些甚至我在书中也提出一点 就是说很有挑战性的 台湾应该装备一定数量的核武器 当然一些和平主义者 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核武器它的作用 我想它的正面作用 其实比那个负面作用要大 如果没有核武器这个冷战 我们知道过去这半个世纪的冷战 可能早就爆发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那死的人是数千万上亿人 所以尽管我们也看到在二战末期 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它毕竟是终结了战争 如果没有这两颗原子弹 那个战争继续再持续半年 这一年 我想战时的军队和平民的数字将比那个核武器死难的人数多数十倍 所以核武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必要之恶 其实当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曾经有这种可能性了 但是有一位核武器的专家他叛逃到美国去 然后美国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来阻止台湾进一步的研发 在我看来这是这个当年美国的一个对台的一个战略的重大错误 所以现在这个错误能不能这个调整过来 我我我愿意这个拭目以待吧 最近这个石板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电影叫Openheimer 他是核武器之父嘛 那个美国拍的这个讲这个人的尽力了 不过他也确实有宣传某种意义上的和平主义的想法嘛 因为这个Openheimer曾经在美国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左翼倾向的一个科学家嘛 但是刚才余杰讲的这一个情况 从技术上来说 当然日本也包括台湾要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现在谁也不敢 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打破这个状况 这个会造成全球的这个核武不扩散的这个体制被彻底打破 但是你觉得这个从战略威吓的角度来讲 台湾还可以做什么可以成为中国战狼啃不下的刺猬 我刚才讲的这个核武的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我作为美国当然说 因为台湾当时特别是洋蔷时代还属于独裁政权嘛 那独裁政权什么时候上来一个头脑奇怪的家伙 他开始到处放核武器 要给美国添麻烦嘛 所以说美国希望核武器有自己的控制的状况 那么美国也是对美国对日本来说 美国过去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打得那么惨烈 所以说美国也是美国的日美安保 其实也是控制日本希望不希望日本再次军备嘛 因为再次军备说不定过个十年二十年突然间又翻眼了 没有跟美国要打 美国又很辛苦 这关于这一点呢 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 他在就是说最晚年2021年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核共享嘛 就是我们跟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同盟国 大家就是安保已经变成连在一体嘛 就是说我们日本拿美国核武器保护日本嘛 然后使用不使用日美双方决定嘛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至少在美国可以放心了嘛 虽然是你是一定永和 但是你的核事我可以控制的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如果说将来日本能够突破这一点 那么我想台湾跟着也就可以了嘛 其实就是台湾是也不是为了自己有核武器将来去扩张领土怎么样 台湾只希望保护自己嘛 那么有核武器就有真实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将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核共享的方向 就我们看这次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其实是 虽然美国没有派兵 但是美国是可以控制到战场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嘛 包括这次拜登总统前不久去了基辅 他进去之后 就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去一个美国没有参战的战场 那没有参战的战场 美国总统去如果不小心被人打死或者被人活捉了 那你可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嘛 但是为什么他敢去 就因为美国控制了所有的细节 他虽然没有派兵 但是他掌握了所有的情报 他知道绝对是可以保护总统的安全 有这个自信才可以 那某种意义 这场战争其实是让美国再打 那么我想今后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也会进入类似乌克兰的状态了 就是一旦开战的话 其实大家都进入美军的管理之下 也许美军不是直接到战场参战 但是武器的调背 特别是情报的方面 我想一定是美国提供 所以说这场战争如果这样打下去 中国是没有胜算的 当然1950年代末60年代的时候 美国曾经有在台南放过核武器 当时是有一些战术原子弹有放在台湾的 当然这个事情 后来是非常秘密的情况下 美国放了战术核武器在台湾的 后来当然是尼克森时期把这个核武器给撤走了 但是中共这几年跟美国的核武器军备竞赛 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 特别是短程和中程导弹的问题 不过余杰你这书里面还特别提到了 台湾可以如何争取更多的盟友支持 除了美国以外 日本以外 还可以怎么做争取到其他的盟友的支持 其实我在书中特别谈到了东欧的这一部分的国家 当然我想台湾人民最近几年也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东欧这些国家的善意 这些国家都是原来所谓的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 所以他们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受到共产专制主义的荼毒的迫害 所以他们对台湾所受到的中共的打压有感同身受 比起这些西欧国家以法国为德国为主的 他们这种感受感同身受非常的真切 而且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又跟中国没有那么深入的往来 不像德国和法国差不多被中国经济贸易上给锁定了 像法国的汽车产业 基本上中国是第一大的那市场 所以这些东欧国家他们反而敢于公开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所以我想这方面其实是台湾这个外交可以逐利的很重要的点 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国了 他们可能在如果发生战争 在战争的层面来提供人员和武器的帮助方面可能比较弱 但是这些国家我想他们在欧盟在联合国都有相当大的话语的权 他们可能有十个国家二十个国家 所以他们如果组织一个支持台湾的联盟 我相信也会在这个国际上有很大的声量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马上一级战争的状态 在这种状况底下 中共对台湾的进攻主要是透过渗透台湾的政坛 渗透台湾的商界 渗透台湾的学术界 各种这种超限战的状态 你就你的书里面的分析 对这个方面的讨论也很多 你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反制措施 对 这段时间我在台湾的观察 觉得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渗透非常严重 可以说超乎想象 你打开电视 你打开这个收音机 打开报纸 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 看某一些的候选人 他们的这些言论 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我觉得连有一些候选人 他们连基本的国家认同都没有 这是非常荒谬的 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台湾在这个认知战这一块上面 直到现在可以说出一个不设防的 任由门户大开 这些中共的力量进来 比如说前几个星期 马英九的基金会 邀请一些所谓的陆生到台湾来访问 我一看新闻 这些人 这些所谓的陆生其实都是共青坛的干部 他们是来做大外宣的 他们这些人 每个人说话都经过严格的训练的官话 是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带团的 对 所以这样的访问 我想其实怎么就让他们进来了 我不知道台湾的国安的机构 移民署这些机构 这些人就不应该给他们签证进来 所以我觉得在立法上面 在行政执法上面 要做更多的工作要做 然后我觉得在普通的民众上面 要特别的去注意 要有分辨的能力 然后司法系统 我看到很荒谬的一个情形 一定是很多所谓的匪谍 包括这些军中的将官 校官 他们把军事情报泄露给中共 这些案情已经非常确凿了 但是最后他们去 几乎所有人都被那侵判 而跟中共相比 中共那边的所谓的台湾间谍 很多人直接被处以这个死刑 而台湾这边是这个侵判 甚至连这个脑都不用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司法上面的改革 从这个立法到这个法律的执行 这个审判 对各个环节都要加以改善 石板先生 你也好几次在各种场合 谈到这个问题 台湾的司法 对于匪谍的侵判和纵容 简直是匪夷所思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离谱的现象 我觉得台湾 比如军队 我前几天给人书写 引起很大的反响 就是说 让几位军人的家属来寄起吃饭 用了政府给军人才能吃的家餐钱 一共花了2800台币 然后这个人被判了四年半 还需要总统来特赦 还有一个是把自己的洗衣机 然后7000多台币洗衣机寄到家里去 然后被判12年 我就跟他们比起来 通匪基本上判了几年 最严重的判了七年半 而且还用贪污罪判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逻辑 就是你法律如果严格 就大家一起严格 大家这也是一种治国的方法 或者宽松 大家一起宽松 但是说对通匪 就一台洗衣机 这个他 这个人当然贪污是不对的了 但是他对公共利益的侵犯 伤害 其实就是一台一击而已 那但是说 如果说他如果说通匪 他坚持如果这个台海一旦有事 可以站自己的岗位上 为祖国做共性 为祖国效力 这种人是陷于自己的所有的袍责 所有的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这种人的话 我想在全世界 所以说光凭这两个判决 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司法 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被权 当年国民党就是这样 丢掉了中国的 对 这完全没有逻辑 至少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我也在日本当很多年记者 日本的判决 没有觉得 偷一开洗衣机12年的 这种很奇葩的判决 在日本 我张这么多年记者 没有觉得 跟我们的社会常识 离开这么远的判决了 但同时的 通匪 通匪这种 这叫外患罪和这个 叛国罪 这种才判几年 有的时候 这二三十万就交保就出来 后来判无罪的 大有其事 我觉得这个法律一定要修改 对 我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也越来越觉得担心 就是说这一个是 是不是现有的台湾立法的很多漏洞 对于这个匪谍的这个审判的漏洞 另外一个就是法官的心态 他们似乎普遍的都愿意侵判这些匪谍罪 这两个都是都是问题 一个就是本身法律是不是有漏洞 因为台湾实际上在四年前 2019年选举的时候 曾经对国安方面的法律通过了几个国安方面的法律 可是几乎没有判例 就是通过了法律 没有执行 已经四年下来了 没有一个人因为触犯国安法律被正式判的 对 这个是很严重的状况 反渗透法也是 另外我想就是说当那军人一台洗衣机12年的 那是当时蒋家军队 他是想把蒋家的军队打造成岳家军那种 完全秋毫不犯的 我们军纪严明 你起码裁一个庄稼的话马上要砍头 这种就是封建集权式的军队制军方法 现在延续到现在了 根本跟现在的法治社会的常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法律要修改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 是 我们这个问题可能以后要花点时间再专门来谈一下 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余杰先生 我们的时间到了 这个欢迎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有机会再来这个经常来台湾 谢谢余杰 谢谢师伯 谢谢大家